你不怕哪个家有那个五百万 走过善吉拉捞一百万 给我儿子结婚吗 我也五百万都给你 太好了 我怕你冷了 画面中的二人正在相亲 那大哥的五百万 能否俘获大姐的芳心呢 请老铁先给我点个赞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咱这节目真挺好的 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嘉宾 男嘉宾都挺优秀的 我感觉吉林的丁洪伟 给我印象最深了 傅大姐以前上过咱们节目 但是没有相亲成功 这次他相中了来自吉林的丁洪伟丁大哥 他一个说说的经济透明这一点 再一个说女人都爱美 再有一点他就说 如果和哪个女嘉宾强的话 带她上古兰鱼溜着去 丁大哥说的每一句话 傅大姐都记在了心里 但是红娘却告诉她这样一件事 为了能见到心里的丁大哥 傅大姐就算有一线希望也要争取 我看那个电视顶上 有好多嘉宾 虽然说留下联系方式了 但是呢 也就不一定说的 就能那么适合在一起了 聪明的红娘马上领会了傅大姐的意思 说问就问 红娘当场就给丁大哥打起了电话 我是吉林电视台原来不晚的红娘 我叫甜甜 你好 现在那个有没有对象呢 我介绍一个 人家还要看 我都不看 你非手了 所以就放心了 那是这样的 就是吧 现在有一个大姐 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 你愿不愿意见见 那就方便见一下呗 在听到红娘简单介绍了傅大姐的情况之后 丁大哥顶着台风 即刻来到了四平市 哎 红娘甜甜 丁红伟 62岁 离异 退休金3200元 住房面积60平米 顶风冒雨过来的 多大觉醒的 是不是啊 衣服都消失了 就穿过这 疯了 走过咱先进去吧 哎 那一两个就不用介绍了 大姐 不用介绍了 丁红伟 孙先生 面对顶着台风来和自己见面的丁大哥 傅大姐有些感动 并当面和丁大哥 保达起自己对他的好感 从电视 看见你那期节目 挺好的 印象挺深的 谢谢 其实你成功了呢 没有 那该让给我们一次机会 就是他们俩没有缘分 然后给你俩成全了 是不是啊 不知道你啊 我报名的时候 我咋写的 我就说 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个丁红伟那样的 但是在和丁大哥近距离接触后 傅大姐的内心 却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那丁大哥对傅大姐的印象又是咋样的呢 而这边的傅大姐仍然对丁大哥挺久解 他不应该穿这样的 你应该穿在条里 想那啥的 你穿多好啊 带给你 虽然丁大哥本人和电视上有点出入 但傅大姐仍然认定 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吉林最好的景色乌松了 老妈想看看 但是没有机会 中间有机会 真的吗 有机会了 太好了 很近 我离江边也很近 是吗 到目前为止 整个相亲的气氛都非常好 但接下来 傅大姐说起自己没结婚的儿子 丁大哥会记忆吗 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老的 女儿已经结婚了 儿子没结婚 记忆吗 没想到丁大哥的回答非常爽快 那不记忆 傅大姐继续试探 你不怕哪个家有那个五百万 我上这个捞一百万 给我儿子结婚吗 话音未落 丁大哥给出更给力的回答 我也五百万都给你 真好了 我怕你冷了 你五百万都给冷 别人说话烧了 你看我 不怕红脸出的 丁大哥敞亮的回答 彻底打动了傅大姐的心 他说我也有五百万都给你 这一句话又给你打动 对 这一句话又挺感动的 接下来傅大姐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不知道丁大哥会不会介意 公知的事 我儿子现在没结婚 我对公知转时还不能跟你在一起 等我儿子结完婚的 咋俩在呢 丁大哥爽快地回答 把傅大姐的心彻底征服 我感觉他只要是他要是对我好就行 是 咱的目的达到了 总体来讲 对大哥还是挺万一 行 是我看挺万一 顶风貌雨来了 心多惩啊 就是这个男人 而傅大姐的开朗热情 也正是丁大哥喜欢的类型 最后在一片笑声中 二人相亲成功 老铁 你说傅大姐的脖子 是因为激动彩虹的吗 那他说的目的达到了 又是啥意思呢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相亲现场 大姐就经济问题完美表态 面对心意的大姐 大哥又会为大姐献上怎样的浪漫 老铁们一定不要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哎呀 这给我等着 心情澎湃 赵光明 65岁 丧啊 退休金 退休金3000元 目前与儿子同住 我觉得好像吵了不行 是男不行 演员不行 还没等到跟前 陆大姐似乎对赵大哥 就有点没太相中 红娘的心不觉得往下一 那心不觉得往下一沉 这个是陆百华陆大姐 然后赵光明赵大哥 你好 你好 刚一见面 赵大哥对陆大姐的印象就不错 挺好 挺挺挺挺好 身杠 我是体型 挺好挺好 挺好挺好 就各方面看着 挺好 那陆大姐对赵大哥的印象又是咋样的呢 你这点丑 还不行 我觉得有点 净净还可以吧 这不是很高 也是挺苗的 看样 家熟 家熟的认识也挺厉确的 这种丑的还挺好 挺开朗 经过近距离的接触 陆大姐对赵大哥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她觉得赵大哥既干净利索 又热情率真 热情率真 而赵大哥对陆大姐更是感觉良好 看来演员这一关二人是通过了 接着赵大哥张恶着要招待大家 你买了 什么 谢谢 我托汤没人买的 那到了 你到个哪儿 我上厨房起来 我去 见赵大哥拿出来的西瓜 陆大姐 陆大姐竟反科为主 主动提出要去切西瓜 赵大哥见状哪肯放过 赶忙跟了上去 接着二人就默契的一起忙活起来 哥哥拿一个盘抓西瓜 但是我 我切的我不会切啊 先说 我来 我不会切 干活不行 还是你来吧 手手手 你切吧 手手手 这你这你啊 这你 打搭配的挺好 打搭配的挺好 打搭配的 要成的话 那小艺不还好 通过切西瓜这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让两个人的距离又拉近了不少 距离又拉近了不少 尤其是看到赵大哥家干净整洁的厨房时 陆大姐对赵大哥的好感度又上升了一大截 接着二人坐下来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你儿童与您讲吗 相当的支持 我没有走啊 我说你要找老伴 你要看好了 第一天咱就摆 看来赵大哥的儿子对他找老伴是相当的支持 而接下来赵大哥说出他对金钱的态度 竟再次得到陆大姐的认可 与其他的同龄人不同 陆大姐并不是一个把钱看得特别重的人 对于二人未来的生活 他其实在心里早有打算 听了陆大姐这一入情入理的见解 赵大哥静激动的 大哥静激动的做出下面的动作 别的女人找老伴 一般都是自己的工资不动 一切生活开支都是由南方负担 甚至还得每月再给她存点钱 但陆大姐却坚决不走寻常路 能遇到如此开明的女人 赵大哥可以说是打心眼里高兴 看来在经济问题上 二人的想法又出奇了一致 那么在接下来的年龄问题上 二人的想法会不会一致呢 赵大哥坦言 自己与其他的男人不同 一般的男人都喜欢找比自己岁数小的 而且是越小越好 而赵大哥则不然 他觉得他和陆大姐两岁的年龄差 正是他所中意的 听到这里 陆大姐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看来年龄这一关 二人又顺利通过 眼看二人的相亲气氛越来越融洽 风气氛越来越融洽 此时的赵大哥也是兴致大方 他要为陆大姐现场弹奏一曲 看有没有言论 一曲深情的梁柱 完美的抒发了赵大哥激动而期盼的心情 弹奏完毕 陆大姐似乎也被现场的热烈气氛深深的感染了 她竟主动要求现场为大家清唱一曲 我给你清唱一个 还没等大姐开始唱 赵大哥已经在酝酿给大姐伴奏了 你弹的我唱的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 经过这一波谈唱配合之后 二人的关系似乎又进一层 咱们俩如果要是有缘 还有分 年龄段 相似 爱好 相似 主要颜值 就一句话 好 这个叫男人 真的 这算是叫男人 人家实在活着叫老伴 人家相似 人家就说 有点相见 他就把这种感觉 对我身上感觉了 对我身上感觉了 有有有 火花也碰上了 最后二人相亲 宣告成功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的老铁 请给个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你看我还有这个要求 你要每月能给我一千块钱 我这一千块钱 就是以后住院不着底 因为咱们俩今天 头一个照面 对 但是我丑化 我的思想 头一个照面呢 你就提出这个问题 我肯定不能接受 真是关公斩尘是美 大坏人心啊 大妈刚坐下身来 就张口要钱 大爷也是丝毫不惯着 直言不可能 一毛都不给 都说饭馆保险给 饭馆保险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跟前凑 就看大妈能否谈拢了啊 96年12月23号 发病 第一次发病 别伤心啊 都这么多年了 工厂呢 厂工会主席 和这个 和这个党委书记 到一个干活媳妇去 我就一个小技术员啊 有何得何能 有何得何能 麻烦你那么大领导 就看我去 01年又一次复发 这次复发 就是再就没跟我说过话 我们俩就靠表情 你什么事看口型 这么对话 有什么事呢 反正 我还能听明白 还能听明白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 个子跑 但大爷却不是过河拆桥 忘恩负义的主 前妻不仅全身看望 而且最要命的是 还开不了口 本来照顾日常起居 就个不易了 再加上连话都说不出来 大爷日子 过得是更糟了 但大爷还真就靠眼神交流 就把媳妇伺候得好好了 可见人家的感情 是真的好啊 那月25 老母亲 去世 去世 在老母亲身后 13天 她还走了 正在出发 她还走了 一下我这个家庭 减缘50% 那现在想找到什么力量呢 经历坎坷一点 最好没房子 那妈她不至于 看哪个人 就完之后 她排走就跑啊 她吃过苦头 真到一起了 她能珍惜这个事 福禄双至 祸不单行 妻子走后没多久 老妈也嫁喝西去 雨是长辞 接二连三的打击 一时经间 让大爷心灰一冷 好在人家 也是一步步扛的过来 大爷这次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就是想找个 好好过日子的 表示希望对方 没有房子 这样才能 心在自己家里 也不至于一千开 爱被窝人就跑了 她不擅长说 但她实际去做 就躲着 你要爱吃的东西 那么困难 原先挺困难的 什么烧鸡 好吃的 这万家给你们 就是挣了钱了 就拢那块 你不管咋话 都行 从来不问 你就安排 你这话都不说 就是说大气 没成想 就是这头呢 前面得病了 这不就是得这个 晚期了 癌症晚期 手术两回 手术两回 为啥我 就是她又得了病了 我付出一切代价 把房子卖了 给她治病了 就是她对我好 我是在外边家里头 就姐和妹面前 任何人我是要强 强者 其实内心 皮谁都软弱 对 以前有一个肩膀啊 是不是 对呀 她有那个影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动场 人家已是出现 人家已是厨房里的暗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别看大妈表面上是要强 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小女人的软弱 潜伏在世时从来没红过脸 再骨再烈也要把好的留给大妈 两人已是和和 美美你弄我弄 但最终却还是落了个天人两额 我那天 过十五那天来 就说妈找一个有何事的 找个伴 人只要对你好 不惹你生气 这个年生不了气了 就是说就想 每天管他啥日你乐喝的 高兴的 互相的包容 就是这个年龄 人也是这个年龄的人 咱们得对真心去对你好 大妈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 全归功于儿子的支持和鼓励 儿子现在已经成家了业 没有多余的身心精力去照顾大妈 便提议让大吉老妈寻意中人 只要两人真心换真心 就能够夫妻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咱也不难看出来 大妈肯定不求才不图忙 不求才不图忙 这样是指定不会狮子大开口啊 那咱们就齐力看唱本 走着瞧吧 来了 别管结果什么呀 送给你个小礼物 哎呀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啊 真不好意思 哎叔是不是挺有心 挺好意思 就是去年夏天从席上带我 啊啊 谢谢 啊 这是什么呀 葬红花 葬红花 啊 好东西 你遮远 谢谢了啊 哎 不客气 千里送额毛 送额毛 你心情一重 大妈不慈心劳来到大爷家里 知道人家路途奔波劳了 大爷也是特意准备的 葬红花这种好东西 提神醒脑抗疲劳 一杯更比一杯强 相亲不成仁义在 无论结果如何也算相识一场 相识一场 大妈也是直呼感动 这是我的一个玩具 啊 玩具啊 那你现在给下一代买个玩具 都得成百上千 对呀 是 我说我这也是小孩 我这也是小孩 我也买一个 这玩意儿简单说 它就是个车床 车床 嗯 你比方说家里边 学改名帐 我给你车一个 啊 就能给摩扯一个 车 直接车 现在你得卡上去就能车 啊 这个吧 我说现在我翻丑了 我整完我也不唱 不然我上哪玩去 啊 唱歌的啊 啊 这那个呢 我也没见过 它跟音响有点像 啊 可能它这个效果比音响更好 因为熟是做这个基层研究的是吧 不是 我的本专业搞铸造 铸造 对 但是机械行业呢 是我的这个 你也也贵贵 你这是一个串筹 真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大开眼界啊 别人家的玩具都是鱼竿球拍小剑的 咱大爷倒好口味挺独特 一进门就丑见了比人还高的车床 直言直言这是自个的玩具 你大爷还真不会是你大爷啊 旁边还摆放着音箱 看来人家的性格爱好还真是不少 虽然说大妈在一旁听的是一两梦 但也是并没有感到介意 有些细节呢 咱们真走到一起 将来有好多故事慢慢跟你讲吧 彼此相处啊 我任意愿意讲故事 我这是一段故事 这也是个故事 都是自己经历的故事 都一样 那你现在月薪开多钱 四千多 四千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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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几啊 不到四千三 够滑 就是说 现在现实生活也现实社会 现实社会 你就看一咱俩也走一起的 你看这生活怎么难配 如果说咱们到一起过日的话 你的钱呢 就算你的零花钱 那个过日子 就靠我这个钱 讲讲过日子 你如果说啥 有什么事 不够了 我还可以支援点 刚坐下身来 爸妈就聊起了以后的生活规划 都是千年的狐狸万年的龟 大爷也是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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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蚣 行为有数 这无非不就是伸手要钱吗 虽然说一上来 这要钱要东西 好在大爷也是开口表示 自个衣食住行全包 而且生活上 还能再救济大妈一点 还真是把腰包豁出去了啊 你看我还有这个要求 你要每月能给我 你要每月能给我一千块钱的 我这一千块钱就是以后住院 不着底 因为咱们俩今天 瞅一个照面 对 但是我丑化我的思想 头一个照面呢 头一个照面呢 你就提出这个问题 嗯嗯嗯 我肯定不能接受 嗯嗯 如果说咱们真都到一起了 哎 有过那么一段了 有一段交往之后呢 所以有这么个困难 那咱们实际可以少呢 我不想 不想把这夫妻关系 变成说雇佣关系 我明白这老哥啥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我和我钱花完不够了 他能支援我点 他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 你今天非得要要就要口供 非得要要就要口供 今天我肯定我会给你 就不能给 给口供哈 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虚情假意啊 前头咱还说大妈不求财不图房 没想到屁股刚坐下来 就仅仅抓住大爷的钱袋子不放啊 大爷前头还说 除了衣食住行全包 还要给经济上的支持 但大妈是 但大妈是只嫌少一点不嫌多 大爷也是活乐意了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步越想越气 冤大头谁爱当谁当 直言自个不可能继续让步 就是要一毛不给 不是要你口供 就是看着人家 就是思想咋想的 假设我要跟他说 我这是专一 我这是专一 我已经把这 卖进这个腿了 我就终身 就跟他这一个人了 喜悦的事我不做 那你实际行动没有呗 那不好 咱这年来有啥说啥 那不好 那如果说你相中人了 你别因为说 我就要你一个承诺 而把这个缘分就这么过去了 多可惜啊 所以说还不如你俩先接触接触 你看那实际行动 那你要真到那个程度 说那啥都能愿意喂你 我认为 能吗罗哥 谁又不说话 那是他说的 我没说 我没说 是不是 有的人吧他就不说 有的人我在心里头 你们对我很好诈 对我一个人为你付出 有的人就表白出来了 就不一样 真是百货大楼卖西装 一套一套的 大妈看到自个的要求 被直接拒绝 被直接拒绝 也是直接打起了感情牌 直言自个这个小女 嫁到别人家里人生地不熟 就是图物之上有的安稳 钱愿意给就说明足够对自己好 不愿意也给就是不成心过日子 这是要站得到的 这是要站得到的至高点浅得大呀 那现在你们怎么样想的 给个最终态度吧 你啥态度老哥哥说 你有啥说啥 我都说一回来 那你相说呗 接触接触海贱 我说人不错 我说人不错 是个好 应该是个属于好的人家活的 像我画画画分的 像我那样的 被不住画画的坏蛋 咱别人 那不 你说自己坏的人吧 他对这个心地善良好呢 能真心对待我 就是要处一处 也别都在耳上靠着了 小孩儿 赏孩儿都不愿意 那一会儿我 一会儿我安给他们吃 那好 有你这句话行 咱们一起吃 留个电话吧你了 行 真是司马懿扶祝哥 甘拜下风啊 大妈还真是打的一手好牌啊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这一来二绝 大爷还真招架不住 缴歇投降了 最后也是相亲成功 领导公职高 代表人家也有素质 像他 就供应 他能有多少钱呢 像我这样消费的 水平他能达到我吗 对不 其实 对不 其实一个小孩儿 他都整不起 他能整起吗 这个金戒指花多少钱呢 哎呀呀 这还有金票 哎呀 这一还有金票呢 官太太大妈来相亲 直呼大爷没档次配不上自己 等以为相亲就此凉凉 没想到大妈的一句话 再次迎来转机 再次迎来转机 不对不对 咱俩不是一个档次 对 你俩挺般配 好家伙一下子比试了了 一下子比试了了 那么大妈牵的这红线能成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大妈 今年68岁 退休金每月1400元 有房 原先我们家这个屋边都铺 是拿地毯啥的 完这都撤了 当时的时候咱家里都是铺地毯的 那对啊 当然家都是地毯的 我看姨咱挺精致的 挺精致的 我就注意到啥 你看这都餐桌上摆小花 还有一个我看咱这个水管子 小喵 我看餐的小花 都得餐的小花啥的 我看屋里头 屋里头也是 你看这边厨房 我看他总是整的什么 馋个小苹果啥的 俺大妈去世的老伴是黄金厂的领导 像当年想住进这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明亮的大房子 每个一官半职还真不太可能 作为当年的官太太 大妈不仅住的好 穿的也是一件又一件 丑丑的抖方 那可是大妈的心头 我看他生活 你把我今天打扮的 是老多裙子了咱 老多了你瞅瞅这裙子 你看看 这可老多了 啥事都有 这是啥衣服 是胚子 大胚子 这是牛羊个用的吗 这是牛羊个用的吧 不是 这是从平时穿的 谁牛羊穿它 你配上我看看 牛羊是牛羊服 你配上我看看 嗯 这这啥季节穿呢 爷 等这过两天就出去 脱没衣服了 一配的不压风 这不抖风 哎妈 你这是打算穿 你这是打算穿着 你这是打算穿着抖蓬去 也没有偶遇过去玩吗 听话哈 这抖蓬就别往外穿了 尤其是夜黑人静的时候 容易担责任可大妈说了 抖蓬穿出去不合适 咱还有皮草呢 这边也有 也有 这都是啥皮衣服 铁 这个衣服你看这么多哈 这边还有了 这是你看 哎呀 这挂人了大铁 这大长铁 长的短都有 这平时我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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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穿好打扮啥 那可好穿的呢 哎妈 这就是我这个 底下这底下 都一下 妈能不能抬起来 爷 你看啊爹 衣服老多了 你带上哪个厘鬼看 都是我的 这里头还有 卖服装都没我这多呀 卖服装都没我这多呀 华丽胡哨袍千剑 不如素我一身娇 简简单单 大大方方就挺好 回想前半生 大妈很是知足 从来就没有为钱丑握过 日子过得邓是人上人 只因找了个好婆家 这辈 这辈我这脚我老十足了 我这个女人我可真没背的 我这一辈我还没念过书 我小小门都没登过 你说不我个好不满足啊 别给接受的 我是小农村小姑娘过来的 就这么个计划 就这么个计划 看到她娘俩就相忠了 她妈她都相忠我了 她妈是小小书记 她是黄金厂书记 这娘俩吧 人家这人想给下上巴东门家 那家那屋修的才好才漂亮的 我说人家这家庭这条件能够 她听这条件能要我吗 她妈说的 愿说农村小姑娘朴实 能过日子 她说我们家 我们娘俩也不缺钱 那娘俩工资都搞过 那时候 咱就是一步走走对了 找这男的吧都刚刚想 话说男怕入错行 女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了 在那个年代 农村出来的温大妈 真的属于跨越阶层了 的确命好 自从走进这个家门 大妈的日子一直顺风顺水 不仅接了婆婆的班 还有了城市户口 本以为可以这么幸福一辈子 结果丈夫和婆婆相继生病 婆婆相继生病 彻底把大妈的美梦打紧了 我们家那人先生病 她是心脏病 她就是心脏不行 二肩半狭窄 总上医院呢 和我们脑袋就不行了 我们就躺到床上了 这两条腿不好使 我们不能走 丈夫和婆婆相继离世后 大妈一个人在家整 大妈一个人在家整日以为洗面 最后在儿子的劝说下 大妈终于决定找个老伴 开始新的生活 那么对未来老伴大妈 有什么要求呢 就找上午的 离离可不着 离离吧不靠谱 年龄啊她比我大三岁四岁都行 不能有肚子 不能有肚子 其实长胖的出那样 我一概都不行 干净利索的 丑她挺有气质的 了解完大妈的姿劳标准后 童娘找到了今年七十岁 退休金每月两千七百元有房的张大娘 这是我们邻居 邻居啊 哎呀你吓死我了 我现在真的吗 还有一个跟男同龄的 真的 邻居是来帮着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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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张良生张叔 这位是安静安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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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那个董李老师 你能握我手 没见过 这个吧别误会 这个是邻居 我知道 知道知道 这个别误会 这是邻居 然后过来帮人家探摩探摩 把他关或者咋的 印象丑还可以 演员二行 安静 对呀 安静 当然离不远 没见到过 姓啥呀 姓白 啊 是白玉霞他家 对对 哎呀 有 有 是吗 呃 他妈妈年轻吗 真是做贼的遇见结录的 敢巧了 本以为都是熟人 为这次相亲开了的好头 没成想大妈下面的举动 想大妈下面的举动 让空气中充满了尴尬 你坐吧坐吧 咱四平杆也小 你看一胆头就 不要去 那咱就走吧 咦啊 咋的呢 哈哈 走吧 咋的呢 我闹了走 不是这不刚认识熟人吗 那是熟人 只看着这个就行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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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是 不是你这闹的熟人呢 这有认识人呢 你怎么不往下闹了呢 哈哈 这又是几个意思啊 是觉得这大灯泡太闪眼了吗 眼儿差 差条件 不行 加条件咋 加条件咋不行了 哪个都不行 看来这还是去世老伴给你留下的后遗症啊 大妈 虽然前半生咱们好找了个当官的 可这岁数了 脸上皱纹都能夹死蚊子的选手 当官的能要你吗 怕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啊 可大妈说了 我有我的坚持 领导工之高 对说也 研究也有素质 像他 就供应 他能有多少钱呢 我现在 老 我现在老保工资也不高 一个月2700块钱不到3000 还不到3000了 但我没有 我没有机会 我维持这样就不算劲了 这他多年 并20来年 不太高 那退休金方面 不太高 那退休金方面咱希望是找多高的呢 多好的 那有点炸一点到4000多5000多的 那我还说第一了 当时咱老爸退休金能开多少啊 现在活 现在活都开一万 我看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太太 素质没见有多高 房梁上格屎盆 架子倒不小 可大妈又又又说了 没办法 咱才是一个吹牛逼 有的是钱 丑丑咱这穿的袋袋 这老头还真养不起 像我这样消费的 水平它能达到我吗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小孩 他都整不起 他能整起吗 这个金戒指花多少钱呢 哎呀呀 这还有金表 哎呀 这一还有金表呢 那这个表呢 那这个戒指多少 这个戒指多少钱 这个好像 谁都花多少钱 这个不大太多吧 这个花得多 这个多少钱 这个花一万多了 这个戒指一万多了 这个戒指一万多了 戒指一万多了 这钻石的 那这个金表呢 这金表呢 这花好一万了 啊 这一块表啊 啊 啥表啊 金表吧 全是金的 全是金的 这就是小了 就要给家做饭 哎呀 哎呀 那这刚才在家 都没给我展示啊 就是啊 我还都没给你展示 哦 不对不 咱俩不是一个档次 对 对 不是一个城市 哎 不一个城市 嗯 人家不愿意 咱就拿到 如果真脸到齐以后 他老拿咱们什么 和他以前的书 当书记的丈夫 对照 比较 咱们和他 在一起的话就说明 在一起的话就说明 我高攀他了 他有点高不可攀 那个也很 大妈 如果觉得不合适 那就礼貌结束 这么啃着鱼骨聊天 话中带字 只能显得咱太没档次 下回相亲要讲点礼貌哈 本以为这回相亲使可郎遇到放屁的 空欢喜一场 没成想 俺大妈的一句话 俺大妈的一句话 让大爷的相亲又迎来了转机 你俩挺本配的 我大姐 我愿意邻居 说我老伴多年邻居了 那当然是 说那一小子就光丁娃娃 那你挺年轻的 你姨是单身吗 单身 你真是单身的 是我大姐 大姐夫走了 真是单身 他现在给你出 我还跟我大姐说 你要想出的话 跟那个孙倩说一声 在那进回楼台先等约 我进屋我就说 您俩合适 真的 这一块就给他 真的 我问一下 姨姨你真是单身的 老伴是走多长时间了 走一年零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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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十八美 真十八美 那正好 那你呢 那你呢 你等会儿 先等会儿 先等会儿 咱就先锁了 你这么没人 这么没人我关死了 我私下得问问 这小 这小红娘挺幽默 这么是关死了 回头还不是全网直播 既然说到这份上了 邻居大妈 到底是咋想的呢 这个想法 我都没敢往那边边想啊 是听着说的 她说我俩挺 她说我俩挺般配 她说我俩挺般配 我要是跟他俩出的一样 我也没啥意见 跟他一般多 我两千七 我不想他挣得上 人要好的话 那你要是汇过 两千多人也够用 那我俩五千多钱不够花吗 你像我这世事大呢 也不想买啥 也不想买啥 穿的买啥带的呢 我这都有 咱也不能显示这些 我这就识会嘛 那在那个今天之前 你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那要想还用街上 都就到一块了嘛 自己都没敢想 没想过 可拉倒吧 没想过才怪呢 今天 才怪呢 今天来是不是 就是为了截胡了 话说回来 大爷大妈 知根知底确实挺合适 那么大爷又是怎么想的呢 知根知底的 就是太熟了以后 我没法下手 那就多年了 那敢跟人亲大姨子了 亲大姐了 亲大姐了 和我老伴这么多年走动 接着俩就多个脑子插个性 像一个人似的 咋能往这方面想呢 你想想 一辈子的情意 就是朋友这个感情 如果说处 将来走到一起 两全其美 是好上加好 万一呢 就是说 有个 有个 挫折的话 把朋友这个感情 都给淡薄了 是吧 是不是 我刚才表扬她了 乱点圆形虎 人家也是好心 人家也是好心 我大姐来给我把关 来看她 就是说 行 行 咱就送送送 送送姨吧好不好 好 最后大爷大妈的相亲 已失败告终 但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虽然当时大爷的固度太深 没能跟老友牵手 最后双方的儿女吃的后 把两人搓和在了一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哈 咱们评论区见 你在念大学期间 你没主动给男同学洗过衣服呢 洗过什么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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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为啥那么问呢 那边有主动给你洗衣服的是吧 嗯 画面中的二人是今天相亲的男女主角 她们相亲的地点 为什么会是在大学 为什么会是在大学食堂里 而且谈论的话题 也是学生时代的事情呢 老铁们请给我点个赞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 跟照片上 跟照片上特别像 郑欣福 61岁 丧好 退休金3600元 住房面积56平米 我在那个辽宁啊 能看到你们那个吉林 这个地方来节目 嗯 看到这档节目以后 我就觉得 比较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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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亲切 所以说就打电话 报名 郑大叔今天从辽宁赶到长春 除了相亲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 想来看一看这个女同志 第二个 看看长春 看看长春 因为我35年前 在长春第一期的制造厂实习了一个月 而且还参观过长影 所以说我现在退休了 就想回来看一看 故地从有 就在这时李伟光 李阿姨也及时赶到了 刚一见面 二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就一看呢 就看她的服装啊 还看她的形象啊 一看呢 就是说招过装的人 就有那个气质 联谈举止的很好 还有这个自治分子这个风度 也很好 都很好 二人很快就过了演员这一关 接着大家一起陪着郑叔 来到长春第一汽车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进行故地重游 这个盆面是跟你35年前 那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啊 这时细心的李阿姨 突然对郑叔说了这一句话 把拉锁拉上点了 多冷 不用不用 阿姨都关心你了 不用不用 谢谢谢谢 李阿姨简单的一句提醒 顿时让郑叔 让郑叔对她好感度倍增 我也很感动 很会关心人的 作为女同志来讲 就说明她很善良 早上这都是当年的 当年的 就这背都是当年的 当时你们是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在这国家进去 那这不是 那这不是 这是邦友大楼 我们那是生产车界 看着郑叔在汽车厂门前 就只拍照留影的一瞬间 突然勾起了李阿姨 对自己青春的一种冲动 老郑来那个重回故里 我现在也想找着我青春的脚步了 我想到我们校园去看看 到吉林工大去看一看 那就麻烦你们陪我去看一看 好 你先我陪你去看看 在去往吉林工业大学的路上 郑叔主动说起自己的感情经历 我有两段 头一段 应酬车路 那我工作很忙很忙 我回家我也想吃一口 月午饭 月午饭 但这个得不到 久而久的才是冷战 我第二段这个棋子吧 就是我92年的时候 在驾校 他跟他学习 那时候我就认识他 到后期我离国以后吧 他就治老这么回事 他就足够跟我说 你说你看 你说你看这种状况 我就是足够 我没有法 那时候我有法 咱们来一起生活 就这么回事 那后来咋又分开了 哪又分开了 就是和这第二段呢 第二段 没分开他死了 他去世了 那你们就一直在一起过了 对 然后15年年末的时候 就得卵差了 说话间已经来到了 吉林工业大学的就职 这还有吉林工业大学的那个 这个牌子还有 在看到母校吉林工业 母校吉林工业大学名字的一瞬间 李阿姨竟做出这样一个举动 公大我又回来了 哈哈哈哈 太 什么感觉 尤其看见这块牌子 就特别激动 又又看见 又看见吉林工业大学 又看见吉林工业大学了 这些这几个字是不是阿姨 对是 多少年 三十多年了 我80年毕业的 80年一月份毕业的 挺大 尤其这几个字 尤其这几个字是吧 诶对 就真的非常进去 好了好了 弹指四十年的经历如过眼云烟 如今再次踏上这片 再次踏上这片 写满自己青春记忆的热土 李阿姨的半半死去 一起涌上心头 如果能回到过去 我指定是要选择 我所 我所 爱好的 就是 我喜欢的工作去做 在李阿姨的感染下 此时的证书也是有感而发 此时的二人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定要鸿马辉哥再重头 可惜人生不能重来 有些人和是错过了 错过了 就会永远失去 于是二人决定 要珍惜眼前的一切 接着红娘 对李阿姨提出这个问题 那姨 你作为女生的角度 如果你会主动提出 来给一个男生洗衣服 那你觉得 你就是对他有意义的 而此时的李阿姨也想起 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 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 那时候都上大阶梯教室 上自习去 我就正在那上自习呢 我就听一个人喘气 特别特别的出 就走到我跟前了 完了就扔给我一封信 他就走了 那时候就特别单纯 我就害怕 就给我吓的呢 那几天我就一直和这个女生 我就一直和这个女同学在一起 我从来不敢单独活动 经过整整一天的接触 现在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 又是怎样的呢 你看她当时离婚 因为她刚才在车里说了 说两段婚姻嘛 我就问第二段婚姻了嘛 她说她在家校交过这个人 原来就认识 然后离婚以后呢 那个女的也离婚了 那个女的也离婚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 她俩认识以后 那个女的也离婚了 是不是有这个经过 另外她呢 主动提出离婚 然后呢 她还净身出户 然后呢 她还净身出户 那咱们就是常理 就是说 她是出轨了以后 她才净身出户 她一点没有权力去争这些了 她是不是这种情况 而且她还和这个人结合了 对不对 我就我有点不想怎么继续了解 不太想继续了解 听了李阿姨的想法 郑叔也表了态 我很理解 我很尊重她的意见 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走到一起也不会好下去 就这样 我就当也是一个朋友 最后二人的相亲 已失败告终 老铁 你说李阿姨对郑叔第二段婚姻的解读有道理吗 那李阿姨到底能找个啥样子办呢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标准是多高个 够标准呀 一米六多两都可以 她长得也不行 也不打算我这个 演员上没过去吧 对 这大姐挺好的 心里的人很好 是挺好的 啥事都得稍微 得看看哪个是主要的 哪个是次要的 那咱就平心而论 你咱 平心而论 你咱的形象也不是什么高富帅那种 那不行 我不是这么的忘 我硬和个个 不是金刚钻 不懒磁骑火 咱不是高富帅 就别硬到白富美啊 白富美啊 大哥要求如此之够 整的咱红娘都看不下去了啊 这个是谁啊 那是我阿姨 这老板啊 嗯 这得是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嗯 我看墙上还挂一个呢 这是你俩多大岁数照的这个结婚照啊 43岁数啊 啊 40岁 那不就得 现在不得有20多年了吗 嗯 20岁一直挂着呢 一直挂 走了也不能再 他死的是他 他得搞 在我心中还是活 我跟我老爸在一起过了40多年 一直一直 一直 一直是好的 我跟我二人俩 从来没打过仗 我老爸说 可是 就是 纵活一千米港 我挣钱都 都教会他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藏眼泪 可歌可泣啊 咱大哥对待媳妇的太多 可真是妥妥的好男人月如呀 40多年 40多年没吵过架 红过脸 我没看好 我要一个 我要舅舅回来 他为了要儿子 然后给我 给我 给老三给我的 给你这首公斤多 但那些孩子都很爱 三个月 就是他要啥给啥 他想吃啥 我们给买啥 就他买楼啥 买车啥 上我家来借 上我家来借钱 我钱 我都给他拿 之后我告诉他 我不要了 他回来 我们说回来啥都给我买 这一般的东西 水果啥都不断 冰箱里有啥的 鱼啥的都有 鱼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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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啥的鱼啥的 鱼啥的鱼啥的 鱼啥的鱼啥的鱼啥 这个姑娘我没说过 这是我说的心里话 就比亲姑娘 都起 从她有病 她伺候老伴 班都不上来 一天没搞 就上黑龙江 去懒她 就她领她忙 真是司马 真是司马一福祝和 甘拜下风啊 前妻由于流产 失去了生育能力 大哥所幸 直接把小舅子的女儿 接过来 是如己出比亲女儿都鲜 无论有啥好吃的 好喝的 大哥都不舍得吃 就攒着等着女儿回家 好在女儿也是没有让大哥失望 但好不容易养活大了 前妻却病怒高慌 处于静儿风不止 子月儿亲不淡 一开始再接受不了 就处于干活去 一干活就忘了 一干活就忘了 找个饭 能看一眼就行 她也有多少钱 我都不管 来我这样的 啥也不用干 就做点饭吃 俩人处好了 她长的都行 但大哥这次铁书开花 就是想找个好好过日子的 自己只要一闲下来 往日与亲 往日与前妻的种种 便通通浮现在眼前 只有拼了命的工作 才能暂时 从悲伤的情绪中脱离出来 不求人家大富大贵 也不求人家富白貌美 不求人家富白貌美大长腿 只要是个过日子的将就将就就足够 这个鸡块这是啥东西 这就是腰骨 还是孩子的 我的 腰骨 我就是绷着背里腰上大腰骨的 大腰骨的 哎呀姐你还有这才艺呢 嗯 可以啊就是你这个感觉 你还有那个劲呢 你学过跳舞啊 我没学过 我就是音乐一向我就会 有你的音乐细胞 还行 我们老师就说我 老师就都说我打得好 你看她那么胖 没想到她那么伸的那么优优 她就说 就你这个身材 就你这个条 你不是牛的好我都不要的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城墙上的守卫 高手啊 大姐身体里是有一些细胞啊 一听到哪的音响里响起BGM 身体就不由自主跟着摆动起来了 不仅是红娘都瞪大了眼睛 就连人家的舞蹈老师 都知乎大几是天赋异禀 这么亲事要是成了 以后喝喜酒都不用请人敲锣打鼓了 可对不起她 她 她 我走了她就把我顶起来呀 哎呀 回家都顾不上烧炕做饭 就睡着凉炕睡着 她说半个月没烧火 也没做饭 就是买点小干鱼 买点煎鱼 一对一个小干鱼 一对一个煎鱼 到现在我都是这个 她心疼她了 可对不起她的 过了两个年 她就有了病了 回来 她那天说是 我怎么是不得劲呢 我说你哪里不得劲 她说的 我身上饭难 晚上不爱吃饭 我说大家把眼儿子带你们出去看 到了就是晚了 什么都不用多了 也不用手术了 也不用化疗了 就等着就行了 就跟这个硅谷医院住的一家家 那家住院是住到三二楼 我就觉得你什么时候不好 我就一出上楼下去 咱俩一块走 等着她 等着她死了我带去死的话 我儿子可消敬 那我儿子这消敬 这一辈子的名就没了 她是对她妈不好 好的话她爸死了她妈 真是黄莲树上挂苦的 一个更理一个苦啊 大哥和前妻是情投一合 大姐和前妇也是你能我能难舍难分 谁想到老天爷都对人家有所羡慕 不一例外都是疾病缠身 是疾病缠身 可怜天下父母心 要不是害怕自己的儿子 被人指着鼻子吗 咱大姐早就从几十米的高空 一怨而下了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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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你看这么乱 我家儿媳妇他们要搬家 才收拾出来这些东西 来过来看看 来 来 这是我的卧室 挺好的 好啥 这是私人的的 我现在就是王格斯林 爸 他在儿媳妇之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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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演员这样过关了 哎 个儿也过关 大哥吧 不太愿意表达 我能说就行 个儿退哪 我觉得个儿矮啊 大哥你这个岁数的 不是 就不是我 个儿高个儿还咋着呀 不行那不行 你的标准是多高个儿 够标准呀 一米六多了都可以 六多了都可以 他长得也不行 也不打破我的心 演员上没过去吧 对 这大姐挺好的 心理上人挺好的 是挺好的 啥事都得稍微 得看看哪个是主要的 哪个是次要的 是的 你真心过日子 不比那个头啥强 个头啥强 那 不是真的 大哥出门 四间房 老赵爷一大户 你大伙都到一起喝酒 咋的要么哪 大哥呀 那咱就咱就平心而论 你咱这形象 也不是什么高富帅那种 那不行 我不是 这么多人 这么的王 我硬和哥哥 真是唱戏的腿臭筋 属时下不来台啊 两人推开门一见面 大哥表面上是对人家印象不错 但实际是一点都没看上啊 觉得人家个子矮形象不好 之前还说 找找个好好过日子就足够 咋就会真的上台相亲了 要求还直接翻了几番啊 真是百货大楼卖西装 一套一套的啊 红娘也是看她眼力极在心里 不是金刚钻 不懒死其活 不懒死其活 咋又不是高富帅 还求啥子白富美啊 喝个水吧 喝个水吧 我不喝 我吃水 喝了 你吃水活 喝了 大姐 热情 吃吧 大姐 你多高 一米五五吧 我一米七三 你和我家那个 那家差不多高 标也这么个标 我和你说我的条件 我是农村的 我也没有退休金 我也没有 一上来地 那也不介意 那也不介意 我个人有钱活 百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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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活不干也能养得去 大哥在经济方面还是挺有底气的 我和你说过 他家有多少楼有多少钱 不是我的 我就是 我就是想打个半过日子 这个挺好 人品的 山中水富一无路 柳昂花明又一村 虽然说大哥对人家是全无好感 但是大姐依旧是热情不减 又是端茶倒水 又是送上水果 大哥对人家的印象也是有所改变 一听说大姐害怕 一听说大姐害怕以后没有保障 也是胡动里赶猪 直来直去 直言以后吃住全猫 大姐一听也是更激动的 直言自己 无论人家有多少钱多少楼 自个全都不在意 小毛病 小毛病啊 有点什么的 有没有负责吧 就说 是不是 那我肯定负责 大姐一定会 做啥事都我花钱 除了生活这样的 那我 你看大姐数大名指了 行 嗯 说得挺好 挺有担当 这个意思确实是 这个农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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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干活干惯了 对家庭上不是那么 成天擦成天什么的 就这 一般的就过去就行 这我不介意 我可以说 我就跟我回来 说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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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我说 他 他利索点也更好 他不利索我利索 这我说些地方 我从啊我阿姨没了 我自己 我自己 两天一说事 真的 挺好呀 比我都干净 爱情经不起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都说男追女合作山 女追男合曾杀 听到大哥 掏戏窝子的要为自己付词 如果说大姐对大哥之前是喜欢 现在 喜欢 现在就是恨不得 把脸贴到人家嘴上啊 就是他有些事 时间 他没在 没打得过 心 你没心动 对 那就啥也不用说了 是不是 好 这个玩意 不能一头热 一头热 你出不了事 是不是 谢谢大姐 没事没事 真是话拖摇头 没救了啊 大哥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先前说的兴高采烈 掏心窝子 要为人家负责到底 要为人家负责到底 动人的承诺说的一个接一个 驾汉驾汉穿衣食饭 合着都是跳上舞台凑着呢 逢场作戏啊 最后也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 我是66年 67年 属马的 啊属汉的 但是你说 马 人家说属家那个吧 首先他是民性 对对 第一是民性 第二是人家指的是原配 原配 就是那什么 哈哈哈哈 我来的2200吧 2200 咱俩7000多块钱 你愿意咋话咋话 你说剩1000吃 咱就1000吃 你那些都买衣服都不过 要不然咱就不 要不然咱就不过 过咱就像样 必须得是像原配复习似的 我主要咋的呢 我就是现在差在哪呢 我跟你说 就是我想过二人去 我在家做衣服 啊 是我看的这个 那这个机器很 那这个机器很得啥吗 你做啥衣服 做西服 这样去 我看看 就这样去的西服 那些都拿着我的 就剩这一件 做男士的西服 对 就做男装西服 这些嘛 给它合成 那你这不需要量纸什么的 不用 他们都量好了 他们接触顾客 我不接触顾客 那时候 那时候 小的时候 就是跟一个个人 一个男方人 一个师父 那刚才 十九十二十年高学的 一直干重些年 哎呦 花钱定有很少 也就买菜啥呢 我穿衣服啥 又比较细着 我这个 细着 我这个人 就是不是那么浪费的一个人 习惯 你看我也不走出屋 买些衣服也没用 我就没啥挑 这个裙子啥子买的 昨天嘛 昨天你给我发信息 我都没看着 回家了我才知道 你昨天新买的裙子 对啊 这不还有孩子没结婚呢 翻上去 我孩子都不用管 孩子都自立的也不得 男孩 男孩 在哪儿啊 在那个商场上班的 也在捷衣室啊 那销售的 你看我这五公民提侯 你老妈进嘛 有时候我俩就在一起 母亲得大 得大岁数 75 她爸是06年走了 17年呢 她是得脑瘤 脑瘤她长的位置 不能手术 因为手术有效 她有时候 有时候头疼 那时候岁数小 也没闲 从发病到走 不上时间了 好像两三个月吧 看到今天就没有 不良嗜好 是吧 不抽烟不喝酒 这方面挺好 家里那么干 让人干净净了 让人干净净了 继续搬男的 就是这么干就好心手 人还挺有正事的 你看有退休金的 也还整了一个第二职业 那花我就特别喜欢那花 拿啥东西 我买一些水果 我买水果的 拿着 拿着呗 叔这礼节上到位啊 买几样呢叔 四样水果 你好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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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卢叔不用介绍了吧 看电视看了 对 电视上看见你 你好 电视上看见你 这个一直关注我们原来不晚 但是呢没有勇气报名 看着你来就鼓足勇气了 觉得你太好了 谢谢叔 谢谢叔 照顾穿那个裙子呢 不是特意为了见书买的吗 是 我看感觉那个穿了 又特别胖似的 就显胖了 是啊 昨天就在为你的特意书买了个裙子 穿了 这个很好看 真实 穿瘦一点 肤压一点 对 看着叔 本人的合照 电视上感觉 好像比电视上好像更年轻 感觉人的演员挺好 一瞅就感觉立足 感觉立足 那种啊 能达七十五块八块那样 颜不错 颜你还挺根本的 绝对是过热的 这一点我绝对想这种的 那差那块差哪呢 你看看那牙 可别四万素牙 啥叫四万素牙 四万素牙去黑 是啥造成那块叫 就吃那药 吃那药吃的 是 是四万素牙呢 我挺介意 你的牙是啥 就是 我的牙就是 就是我这个岁章 那个年代 不用 你总生病了 我妈就给我吃那个四万素嘛 吃那个四万素嘛 就是消炎感冒 那啥去火了 就是那个 给我吃成这样 我心整整这牙 这牙又说话我就不敢张嘴 你自己也觉得那点 是啊 我必须我得给他那个啥弄 他说他这个牙以后想整一整 那服饰原庄 那服饰原庄 他就心里不得劲 你是来退休的 我没有老板 怎么一直在家做一部吧 几个孩 一个 一个儿子 多大的 29 没结婚 但是他也不是负担 他挺好的 孩子也支持 那不行不行 孩子没结婚 你说他像这些孩子 你倒是拿不拿 负担太重 不行 孩子这方面去找问题 我就找谁也不跟谁 不给谁 那个天赋的 这个意思 嗯 那儿子在这边 人家就说不用你管 你心里头也觉得没底啊 我都能说不用管 你看哪个说不用管呢 都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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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后等你们一走了 完之后过几天 你看都变了 你也是怕以后有负 对肯定的 你就记得 我主要咋的呢 我就是现在差在哪呢 我跟你说 十二十多 就是我想过 我想过二人世界 我觉得理解 这个现在不想这样 对对对 我东西来吧 得上海南那边 我妈妈也说了 就是你走你的 你不用管我 那咱们到时候 还我儿子呢 是 我知道 我儿子 是 我知道 我儿子 是 我知道 那能路过吗 老妈自己来是吧 咱们上海南带去 那可能吗 那可不 那假如她身体不好 那也粗粗 也是一杯 那没事 你怎么 那啥我都支持 行 人本啊 那是人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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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走了 那行 咱们有合适的再介绍 那行 我帮你们拿 谢谢你们三个小姑娘 也谢谢你男嘉宁啊 你说乡中你的人也挺多的 给你介绍我看这是几个的 给介绍 给介绍啥的 这都没合适 这咋整啊 失为失望啊 这个是差那么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 这个关键你条件优秀 然后要求也挺高 我爸心里头给你劲儿不成 我心里头还老觉得 挺不得劲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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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属这样 你说你说 我们也是这么老远来给你介绍的 第二呢 是最近相助你的人也读过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大电话来 说想见见你 也正好也是吉林式的 啊 咱就今天趁热打铁 再看一个呗 可以看 可以 把这现在这个疑的情况吧 就是大致的条件我知道 就符合你的标准 但是具体的这个情况 我跟你 这个情况 我跟你一样也不是完全了解 咱俩就 我现在就跟他联系一下 然后看看他要是今天有时间的话 咱们约到个地方 见那边好好了解一下 好 好 给自己多一次机会 好好好 颜希伦 56走岁 56走岁 离一退休金2200元 每月 居住地基林市 与儿的同住 一个儿在 以成家 好看行不 行不行也这样 你能挂风挂的 他个人哪儿呀 他搞我 对 你好 在那儿呢 你好 你好 我俩也是第一次建议 你好 你好 还是跟书伦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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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 还是你在第一街市里看 你干啥挺高的 行行比七子 高的 行行比七子五以上 你看看 那没有 那人挺好 人不错挺好 还可以 因为年龄还挺年轻的 就是稍微个头稍微矮一些 如果各方面啥的 条件啥的 条件啥的 也行 挺好挺舒服的 我喜欢小小一人这样的 嗯 我感觉他挺女人的 挺挺挺挺有女人味 挺挺挺有女人味 哪年呢 我是六六年 我是七年 数码的 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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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就是 哎呦我好像喝数码的那天 啊 烦馅 好是不好啊 啊 哈哈 你是数什么的 我数号子 啊 数号子 马 马 不是 哈哈哈 我就是 我就是一个 就是 我就是一个 是啊 不是 人家说鼠家那个吧 首先他是女性 对对对 第一是女性 第二是人家指的是原配 就是那什么 哈哈哈 那什么 哈哈哈 对 这些吧 我觉得人到这个岁数 你应该能活明白了吧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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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看鼠家是吧 就说这个意思 说这个意思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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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卢先生 想得周到 想 你不说那个饮料 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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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美啊 啊 你看我这么近啊 我这么近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我太忙了 你也知道哈 他有一个 他今天在那儿吃了 他早上三点多 两点多 两三点吧 就得起来去 早事去卖瓜 啊 还得起早卖瓜 对啊 起早餐 他其实就是一种爱好 也就是锻炼锻炼身体 动动大脑 哎 完了经济上还能 短一点 收入点 哈哈哈 不是真 特的情分 他也是珍惜看出来 他也是珍惜看出来 看出来 哈哈 看着本人有什么失望的 没 那倒没有 没有失望的 哈哈哈 挺帅的 挺帅的 还挺帅的 你一个吸烟吗 我不吸烟 喝酒 我也不喝酒 麻将呢 麻将也不会 跳舞 跳舞也不跳 他啥都没有吗 这样的不抽烟不喝酒 不跳舞不打滑架 这四点是最关键的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原先是华为的 华为集团 华为的 啊 你是华公司 我计划退休的 计划退休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退休金多少 两千多点 两千多点 你看一个穿着衫 你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就是 你是一个挺爱打的 挺爱美的人 能不能看出来 干净利的 你讲好了 干净利的 那真说要真走到一体的 所以你喜欢穿点 一穿那一块都不嫌一样 你这行不行啊 这些钱 这些钱 你愿意怎么花怎么花 你都买衣服 只要有我一口吃就行 你愿意咋花 这么卡卡 你是两千几 我两千二吧 两千二 咱俩七千多块钱 你愿意咋花咋花 你说剩一千吃 咱就是一千吃 你那六千都买衣服 我都不过 那六千都买衣服 那六千都买衣服 我都不过 这事不过 你的意思就是工资卡 就交给一全全管理 对对 我不管给钱过日子 就是这一点我是必须的 要不然咱就不过 过咱就像样 必须的 是像原配复习似的 实际上就是一心一意过日子 对 外面学到什么也没有 挺敞亮的 这房子 挺满意的 对于我来说挺好的 我最向往的是二人世界 能走 说走 咱就马上走 说完咱就马上出去玩 我就想过这种生活 二人世界 嗯 好像 稍微有一点困难 为啥呢 嗯 有的时候他们要是说的 有点什么事情呢 我就得帮他们接接孩子 我现在呢 就是因为儿子和儿媳婦吧 就是说这个工作上 上下班这时间 稍微有点紧张 就是说和孩子接送这个有点 先接不上 我那暂时帮忙先接一接 慢慢稍微大一点的 就不用我了 嗯 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接受 还要说一年半年 还要说一年半年的无所谓事 这个都可以理解 谁家没有点事 对不对 咱们要走个十年半个月的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对 但是没问题 十年半月的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这个年龄呢 趁着年轻的时候 能走的时候 就走一走也挺好 当了什么呢 当一种消险的 做恋了 措达当了废物书 咱们就天天我去接 对不对 我心疼个老伴 我去接 对不对 还行挺好的这个男是 说话了也挺文明 也挺挺有城市的 他的性格啊 他的性格啊 长相啊 做派啊 各方面都比较不错 都挺满意的 都挺满意 有木槽更满意的呀 太不容易了 叔 跳不出来 这么挑的一个人 就会终于跳不出来问题了 这个真跳不出来 这个真跳不出来 那个给你带个花 你好 叔 还有礼物呢 来这里呢 哇 这么大花呢 这么大呀 那也拿不出来看 这是啥叔 这是不是山茶花 对 这个是山茶花 送你一颗相当爱情的花朵 这是我自己养的 来我这已经四年整 五年头了 他还有一个关于理想的爱 就是终于遇到了理想的人 然后把这个爱送给他 送给他 太浪漫了 希望我们的爱能够变为现实 谢谢 祝福 祝福 今天好 祝你们幸福 祝福 非常祝福 太谢谢你们 祝福你们 走吧 走吧 慢点看 拜拜 姨叔 拜拜 对于今天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姐们 喜欢星空 给个观众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就这样就当远 进一面也是缘分 是 喝一能喝一两 好喝一杯酒 一小杯能半杯 一小杯能半杯 公司少一千多块钱 公司少有的也行 公司少有的也行 一千多块钱有也行 没有玩有呢 没有也没事 没有啊 能养我呀 能养起反正 能养起 是不是啊 能养起 我一个月能开不到四千 那你还不得 留点过河先 有个头头脑 是不随不痛 要是干好的话 就过河都不用过了 不用留了 今天特意从白城赶过来 是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高凤华 65岁离 县居住地白城市 退休金五千多元 住房面积90多平米 一个儿子已结婚 大儿子已结婚 是 我看这爷吧 他这几期我都看了 我看他这个 没啥后果之夜 我可以说家庭 是不是 完了呢 他是三偶的 对 双毛都有 对 双毛都有 对 我看他这个 我看他这个 好像我觉得 了解 进一步了解了解 来 来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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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欢迎 你买点奶 谢谢 哎呀 哎呀 同意说啊 我高仪是 我高仪是 特意从白城 坐动车来建训 哎呀 真的是辛苦你了 为了幸福吗 为了寻找幸福 然后李建强李时 我高仪就知道了 我高仪是 集才华 智慧 美丽 神 刀 神 刀 凤华 没够过我 挺心动的 挺好 挺好 挺心动 咋好 就是各方面 这一瞅 挺有演员 哎呀 这一瞅 这个各方面 都挺优秀 就好像是 有点离不开眼睛的感觉 都被照着了 离不开眼睛的感觉 就是什么 不能打105分 咱得打100分 这100分 这行业 这行业 吵得挺瘦小 跟电视上看 比较平 一点 看电视 其实吵得 亏之点 人丑挺四代的 看那样 挺四代的 我是属于 也属于上偶 上偶 就是90年 就我爱人 就是海的 父亲 出江湖事故 往领海过 将近十年嘛 后来还上视频校了 第二段婚姻呢 就是经朋友介绍 就开始第二段婚姻了 四年以后 四年以后 完在14年的时候 因为他出轨 我们俩就结束了 这一年 到现在 就没再婚 一直在 就是一直单身 就是 一直单身 就是这情况 我事业单位退休 松抱 行政学院的 孩子结婚了 我大孙子今天上大学走 那大了 条件啥子也挺 条件啥子也挺有心的 真实话 真挺好 这人是个本分人 对 看出来了 你是个本分人 再了解了解也行 别的把别的先放后眼 你身体 身体状况啥呀 血糖高不高 血糖现在 有点高 我实际是打一刀树 那你属于形成糖尿病 就是 他这个有点高 就是糖尿病 但是不严重 我这个不严重 罗兰美这边 罗兰美这边 这个人 挺好的 我挺机会这样 挺在意这样 反正那啥 那个李师傅 就是你的血糖 被控制的 是 我觉得 我现在就在这个上 挺在意的 行 这人身体挺重要 对对对 是不是啊 那你这个人品挺好的 因为你这几期吧 我都看了 因为我要是想干啥的话 这个人我得提成 这几期 就是那几个人 我都看了 我看这个人品 真挺好的 所以愿我不能站到远 对对对 是不是啊 我这个看 是不是啊 我这个看 这个人品挺好的 倒是啊 这些不了解了解 但是就在这个血糖 这问题 血糖有点好 那就这样就到远了 这面也是远分 但是他有点 这个 这个 太热了 就想找一个 现在远上去 给你一次打工 然后这个 十月份那时候 我就不干了 然后就行 然后我在电视上 不上过一次嘛 就是差点数一下 我没成功 台小兰 61岁 上偶退休金 1400 住房面积54平米 一儿一女均已成家 这时候我就看电视 我看着那个雷大哥 他那人挺好 那你看 他那节目 你都看了吗 我都看了 修行看了 都没听到 所以我才发的微信 你要找 你要找 你要找着 我就不能 我就不能 啥玩笑 那你在节目里边 你看完了之后 你对大哥啥评价 挺好 不错 是我想要的 谁俩比较都熟啊 你俩 你俩都在电视上 看着什么 做一碗 你俩心动不心动吗 不心动能找你吗 电视上有区别吗 没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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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印象还是特别好 对 对 对 仇罪人就是 特别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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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老是那种 对对 挺好 这行 挺大方的 挺大方的 挺好 我是 死的 我俩 他也是死 七五年来 他也就是 那个老初学死的 那你今天多大 我六一生人 你几几生人 五八 五八年十月反号 五八 五八 比如大反对 大反对 年龄咋样 那年龄 不说年龄在我这 不说问题 但是我公司少 一千多块钱 公司少有就行 一千多块钱 留也行 留也行 没有呢 没有也没事 没有啊 能养我呀 能养起反正 说是啊 能养起 我一个月能开 不到四千 那你还不 那你还不留点过河先 有个头疼脑 有个损痛 要是喝喝的话 就过河都不用过的 不用留了 马医的就不用留了 过河 行啊 没说的 我不说的 我不像人家似 哎呀 你挣多少钱 你给我交多少钱吗 我不交 他只要说的 能把这钱放在这块 花了 咱俩花多少剩下的 咱们就往银行一存 是不是 你这连过河钱都不要了 就是啊 你觉得那海上过什么河 没有河 都是到 就是啊 就是啊 一马平船走啊 外向人 反正有的时候没事 好走了 就溜着啥呗 溜着啥呗 那就溜着呗 完了有的时候还能 还想 还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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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跳就不 你跳就不 那你跳就说 还玩就玩 那我呀 跳舞咱俩还成好 都可以拽着你 哦 我不会 学呗 阿姨说他这个跳舞 嗯 啊 这个也能 对啊 他跳就玩着呗 这玩意 这是 这说 六十多呢 带蹦还能蹦多年了 音乐处啊 你这歌 那也至少 像我这歌 我这歌 太高了 还不行 你这歌还行 放点啥音乐呢 是不是得浪漫点 你行 快点慢点 跳 放快的 又跳快的 放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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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这个气温 特别适合放铁蜜蜜 来啊 那就是慢点 我就是要是 进去给大家带嘎 出去 可以玩吧 听听 来吧 来吧 我还说不会 真不会 真不会 因为他呢 这个 没跳过 没跳过 但是 人家带着他去啊 咱就跟着卖呗 这不卖得挺好 有点踩脚 啊 那谁敢踩脚 这关键说 谁敢踩脚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没见 这也是 这也是三个人 啊 咱俩阿姨 平衡平衡 行 他行 嗯 他行 他要是练着他呢 你说啥 他要是练着还可以 还可以跳舞 啊 他点 还可以跳舞 他不碰 趋走一脚 嗯 他能学 就是简简单单的 跳个三步 跳个四步来 跳个拉发去 我看你这眼神 是不是啊 是不是有眼神 有眼神 啊 没离开过 是不是啊 听 是不是我说 你要是干啥的话 眼睛 眼睛就跟上去了 就不用失神 就眼睛自然就过去了 就再给洗 啊 啊 行 他肯定行 他还跳舞 嗯 他个头 我俩个头都行 因为他不胖 胖也有灵鹫的 胖也有灵鹫的 但是还行 他不反对 就是说我们俩 如果要是真行的话 就是除外玩去呗 叫溜达 叫 那就这样 去 那就这样 那得不去 别人不跟跳 哈哈 别人不跟跳 哈哈哈哈 我想过你这边去看一眼 好 可以吗 欢迎欢迎 那是非常欢迎 因为 要跟哈德花 今天有点 他哈德花 太晚了 好 明天就有时间过去看看 行 让他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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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这儿 我忘记在那边 对 他也不说到将来 你俩省的 别人都忘了 哈哈哈哈 就是 谁愿意干 谁就多干点 不愿意干 就少干点 你一起过来 这有没有啥活动 你们彼此 没有什么 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 没有活动 没有别的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了 就是 看看 完了以后 教我教我 对 他瞅瞅 我有糖尿病 反正就是 水太高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 糖尿病 你打营导树 还是知道 对 打营导树 我这发现就打营导树 一直打 那个 十六年了 你这都十六年了 没事 糖尿病 有秋牛重 什么东西都是有秋牛重 另外看你自己的野食 这方面你该怎么注意 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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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杀凉 忘了 谁也说上谁哪一天 今天挺好 明天还不一定 走到哪里 这个东西你啥事 你都得 大力去想 没问题 没问题 经常打 该打打 用什么合适就用什么 挺激动的 对吧 这些事情缺陷 还不介意咱们身体也得压健康 是吧 这是属于压健康吗 所以就是 也不介意这些事情 反正你 咱们也表示听 其实挺高兴的 感觉以后 很高兴的 感觉以后就是咱们做得起的 就对它更加的有好感来 在生活上体贴 在精神上照顾抗 不介意我这个 长药病 这方面的 情况我完全表示也挺高兴 咱们就 加深一点 出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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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个联育方式 是吧 行 行 那你俩就好好出 电话给你俩留好 微信 你俩就好好出 好 然后那一天 那有好消息就告诉你 对对对 老铁们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的 喜欢星空的 给个关注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阿姨说什么 衣服 衣服 环境不行太差 那你说拆迁呢 它能是好的环境吗 什么没法 是不是 就交个朋友吧 交个朋友吧 大爷住老旧平房 大妈既无邪有味 做都不做 转身就走 今天的男主角是曹大爷 七十一岁 退休金每个月三千块 大爷三千块 大爷住在郊区的小平房里 路程属实有点绕 给红娘都整迷糊了 硬生生不知道自己来干嘛来了 在家等我们干啥来着 就找对象 就等着找对象了 是不是 虽说大爷住的这片没有规划 但是我们大爷坚信 我们大爷坚信 自己的房马上就要拆迁了 附近的邻居都差不多搬走了 但是大爷还是有一个成为拆迁户的梦 梦想有了 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大爷这房子真是惨不忍睹 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屋外小雨屋内中雨 家具也是埋太刀不行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 可是大爷自己住的很开心 万一真拆迁了 剩下的日子不就是享福吗 经经大言喻间的大忌 仿佛拆迁到来已经指日可待了 大爷离婚已经25年了 但是两人一直是分分合合的 前妻也是没定性的人 没说复婚也没说真理 直到一年前 前妻再次抛弃了 大爷再也没回来 大爷一看这个情况 心想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赶紧先找个新老伴过日子 大爷的择偶要求就是想 要求就是想找个好看的保姆 能洗衣做饭收拾屋的 有啥想法呢 我一个呢就是干净 衣服 长得必须哪多少 大爷 你是没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吗 你看看你家的墙 都看不出之前是啥颜色的了 这找个大妈 这找个大妈 再干净能干净到哪去 再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要啥啥没有 还想找个漂亮的 你也太为难红娘了 大爷这就说了 你啥都不懂 我找必须找个比上个老伴漂亮的 那你为啥这么关注外在呢 因为都这个年龄了 说白了都70岁 往上咱更 更 看重的应该是两个人性格呀 或者是 是 我还是 咱也比他比强的 嗯 比谁强 比我先头那个喜欢 啊 比他强的 你这是找老伴来了 还是跟前老伴置气来了 你这个找 在找老伴有没有跟他置气的成分 有没有跟他置气的成分呢 没有 置气 不是置气 咱这么大数量的 不是置气找的 嗯 行吧 你说没有就算是没有吧 只要以后跟老伴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好 别前老伴一回来又没有原则了 那你为啥还要跟之前的那个比呢 那当然 那不是比 那必须得比 嗯 大爷 你们这个爱恨情仇太复杂了 我把握不了 还是先给你介绍对象吧 剩下的咱以后再说 给大爷介绍的是假大妈 大妈今年68 退休金28 没有住房 虽说大妈没有自己的住房 但是你们确定大妈能看得上大爷的居住环境吗 你好 你好你好 好想你 是吗 我也挺想您的 那个这边不太好找是不是 也太不好找了 要不说将还是老的了 红娘有大爷带着都差点遇难 大妈直接自己就找到了地方 看着两人还挺有复习相 那么两人到底能不能成啊 啊阿姨说什么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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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不行太差了 嗯 那你说拆迁呢 它能是好的环境吗 什么没法 是不是啊 就交个朋友吧 啊 我给他们关不打人 就无味儿 大妈相亲看到大爷屋子那一刻 直接扭头就走 一路抱怨大爷的房子 给自己都污染了 自己就不应该来 来一问 来 来一问 来我都后悔了 嗯 这感情那么容易的话 你这路就给臭风 嗯 我觉得这路不行 真的这我这么干净 都给我污染了 哈哈 不行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 什么样的房子 能给大妈弃成这样呢 要说大爷还真是实在人哪 红娘接大妈时 特地嘱咐大爷站着别动 大爷就真的一下没动 还得是红娘招呼才走了两步 走了两步 就是往前走走真一动不动的 还站着 要说这大爷是真听话啊 可哪曾想 大妈刚进屋就有了意见 啊 阿姨说什么 一呼 大爷这就解释了 自己这窗户都钉死了 要不冬天漏风 也不能每年自己都钉一次啊 多浪费钉子啊 大妈越往里走越心凉 这大爷是捡破烂的嘛 无理怎么造成这样 也太恶心了点 随便大马路上找个公厕都比这好 要说红娘这行还真不好干 没点应变能力都白当 立马就替大爷开始解释 这些贵子叔叔就说 等到再搬新家的时候都买新的 这些就不要了 他就不想再动了 现在就不买新的了 大妈心里就寻思了 你们两怕是合伙忽悠 我这个老太太吧 你说如果真的只是救了 我也不说啥了 你这屋子造的也太埋态了 另一边大爷一个劲的 给大妈画大饼 只要拆迁了 屋里所有东西都换新的 可是大妈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了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撇呢 你就敢拿这个是忽悠 大妈看着屋里乱糟的 那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屁股都没挨 瞪子转身就走 红娘赶紧追出去问啥情况 大妈边走边提出自己的自有要求 我想找一个条件好的 条件现在有房子的 那有房子的 就得住楼房 嗯 也别住太高的 嗯 二层三层的 四层都不行 大妈自己没房 所以必须要有房的 而且不能是这种破房 得要那种大楼房 还得是二楼三楼的 四楼都不行 我说大妈 你是乡房子还是乡老 乡房子还是乡老 你没听说过什么叫门灯户 对吗 你这样啥都没有的大呀 是多想不开才找你啊 好说歹说 大妈终于走了 你说什么 条件好 条件好 大十岁也行 身体好也行 行那我知道了 好好 好阿姨再见 红娘赶紧跟大爷说起了 她的房子问题 这么个小破房 真是不好找对象 叔叔 我是想问问您 就是咱们既然阿姨 今天也提到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 是 就是如果是你找另一半的话 人家真觉得 咱们这个环境 稍微差一点 那你会 你从这搬吗 能可以 我可以住房子 我可以住房子 哦 也可以 这个行 这要人的行的话 怎么都行 好在大爷是个厅圈的人 直接表示自己可以出去租房住 红娘这才放心 给大爷接着介绍对象 1996年离的 离的一年 我还快过一下 哦 还过一些呢 这就一年多了 两年了 种种 一人过了 弄我弄的挺可怜的 这老婆多好 多好 这大爷可真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的高手 相亲现场直接讲解了自己与前妻的爱恨情仇 我说大爷 你要没话可以不说 这样聊天不怕把大妈气跑了吗 这不 上午相亲刚失败 下午红娘 红娘又给大爷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和大妈今年61 离异20年 每个月只有500元的进账 不过大妈好歹是有自己的房子 大妈最喜欢的就是兵哥哥 我就看穿制服的军服 我瞅着穿的 我看谁穿 我瞅着 可有那气势 年轻的时候大妈就有个君嫂梦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现在找老伴 大妈优先考虑的就是当卧宾的老头 握冰的老头 你说这不就巧了吗 大爷年轻的时候当了八年兵 这不正是老天赐给两人的缘分吗 话不多说 两人见面聊吧 这回红娘也是留了个心眼 就大爷那个破坊 咱就别去大爷家了 还是来大发家乡亲吧 两人刚见面 互相演员都挺不错 还行吧 跟你理想行的那种有差距吗 演员丑的还行 我不挑 一样 一样还行 也是这样就行了 他一心朴实地跟我过日子 这样就行了 刚坐下 大爷首先就老是交代了自己的 老是交代了自己的房子问题 大爷呢 也不是重点介绍自己住啥房 我住的是平坊 平坊 重点是想说自己居住的房子 马上就要拆迁了 大妈也是个好女人 一听大爷房子马上要拆迁了 一点不惦记 你的房子 不惦记 你的房是你的房 就算拆了 我也不要你的钱 我心那么的 就是他占多钱 你买的就买个大的 大钱少了就买个小的 你喜欢买的就买的 大妈的话一听就是个正经过日子的女人 也能看出来是看上大爷了 但是大爷这个人 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 聊着聊着提起了自己的前妻 大爷越说越委屈 还开始跟大妈诉起了苦 大妈一听心里泛起了敌过 你这前妻一回来把我踹了 那我不是鸡飞蛋 那我不是鸡飞蛋打了吗 大爷一听立马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再跟前妻复合了 一年能抛弃自己365次的女人 有什么可留恋的 可能是怕大妈不信 还主动讲起了两人的离婚原因 每次住院的市医院住院 市医院住院 他没啥地 要是真正的呢 就是真有病了 那肯定我早就去了 我得送进来 就他那样还没啥地 在家啥都能干呢 你觉得他是没啥病 没啥病 没啥病 没啥病怎么可能去住院呢 那说住院我去住院他要 大爷你这直接讲出来真的可以吗 你这说确实证明了自己的前妻绝对不会回来了 但是也证实了你是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哪成想大妈是真的看上大爷了 他是一点没介意大爷不懂心疼人 你瞅我有没有演员了 可能还行 还行 还是这里有点像海语 行 那你看我呢 超有型 谁能想到呢 两人就这样成了 至于两人最后的结果 希望两人能好 希望两人能好 但是谁都说不好 看到大爷那脏子差得加 加上大爷以后的不体贴 不关心 估计两人也在一起不了多久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相亲 喜欢看老年相亲的可以关注我 每天持续更新 希望带给你们欢乐 感谢您的感谢 高兴 观看 大爷 杀 敏